所谓秋躁伤肺,中医也对饮食提出了建议 入秋之后的空气湿度减少,体内的水分不足 属湿不易散发,形成虚火,以致抵抗力变弱 因此容易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 像是皮肤的肝痒、唇肝、心血管疾病等等 这都是现代人常见的秋躁症状 在中医里说,秋天走到肺经,秋躁伤肺 秋天的食物应该以养肺滋润为主 增强肺部的免疫力功能,健脾、补肝以及去湿 那是什么样的症状? 第一个,它有可能会有咳嗽或者说流行性的感冒 或者说皮肤性的烧痒 比较严重的,它会跟我们大肠会有相关系 什么关系?它会造成我们有一些便秘的状况来发生 那怎么样去预防我们这所谓秋躁的状况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适度的补充水分 或者是说你有适度的运动 或者是说你可以吃一些养阴、润肺的东西 因为肺脏,它这个脏器它是比较喜欢润的 它不喜欢干燥 所以我们可以吃些什么来让滋阴、润肺 就像我们的背母、百合、穿背、杏仁 或者是山腰这些可以滋阴、润肺的东西 避免秋躁的发生 另外在秋天秋躁的时候 很容易会造成所谓的流行性的感冒 这时候适度的运动 让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增加 都有办法让你秋躁的状况 比较减轻或者说比较不会容易得到感冒 在秋天应该要多吃些 例如是奇异果、葡萄、莲藕、蜂蜜或是豆浆 等等润肺生津的食物 有助于清新安神的效果 并且增加抵抗力 法界新闻许建议高雄报导